大家好 欢迎来到常说明 常常老师 精算师他号称是一个年薪百万的这么一个钻石领 就是不是什么白领 它是钻石领 那么他是美国的十大最佳的职业排名当中 在近几年中常得综合第一名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精算专业的情况 那么会从七点来讲 第一就是什么是精算专业 然后他的专业的院系和研究的方向 他的专业的课程设置 如何申请他的专业的就业方向 还有他的薪酬待遇 大家最关心的 还有就是什么孩子适合读精算 好 先来讲什么是精算专业 这个精算它英文叫actuarial science 它也叫精算科学或者精算学 它是一名应用科学 它主要是来研究在财务和保险行业当中 如何来评估长期的风险的 精算它涉及到很多的领域 它尤其是对数学和统计的概论 它是需要非常深的认识 而且这个专业是要经过各种的资格认证 才能成为精算师 最重要的就是叫财险精算协会 或者叫精算师协会 它举办的这一系列考试 几个等级的这样的考试 美国大学的精算专业是比较热门 但是大概只有近100所大学 它开设精算专业的本科的课程 而且能开出硕士课程的专业 大学大概只有27所 能开出博士的不到10所 所以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 这个精算专业的 它不像计算机这样的商科 每个学校都有 那么美国风险管理保险专业 本科排名 它最有名的意思是这些学校 第一是宾大 然后是乔治亚州立大学 这是全球最大的精算专业 还有乔治亚大学 还有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还有伊利诺香槟分校 这五所学校 那么精算 它都一般都设在哪些系里 它是研究什么方向 第一是在商学院的MBA 或者是保险系 对吧 它着重的管理 注意这种风险管理 财务管理 投资 第二就是应用统计系 它是利用统计的这种概率 来分析和设计保险的产品 第三就是数学系 它是通过这种时间序列 来计算年金 第四就是保险理学硕士 它着重的是保险的法规 保险的原理 社会责任 道德问题 好 第三个就是精算专业 它的专业的设置 我这边列出来了这一大堆专业的设置 那么这里边大家可以看到 什么微积分 线性代数 它需要非常强的数学知识 那么另外 它还需要各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的知识 那么还有 它要了解业务 对吧 你保险 财务 成本会计 金融 利息 那么它都是需要学到 那么精算专业 它申请难不难 它申请精算专业的研究生 要需要有GRE 或者是GMAT成绩 那么有非常强的树立能力 那你最好 要修过相关的这种课程 对吧 你说你没有修过课程 你去申请 它的竞争的还是非常强的 因为 它就跟医学专业一样 它后边的工资非常高 所以很多学生都愿意学 那么 你的先修课程 比如像商用数学 微积分 这个概率都包括 那有的学校 它还明确要求学生 你要有保险金融 投资相关的行业工作经验 或者参加过 这种比如数学建模比赛 这样获得过奖项 因为它竞争很强 那么这个专业 它能在什么地方就业 第一就是在传统的 这种人寿保险公司 它有精算部门 再有就是保险公司的 这种和非受险公司 比如说健康保险 这些保险公司 第三就是商业银行的一些职位 比如说信用卡 这种浮动信用的这种设计 这些方面 还有第四 就是在HR咨询和精算咨询部门 还有就是投行 它的研究部门 那么再有它的新的在域 大家最关心的 对吧 精算师的这种新基资 一直都非常好 一般你如果有10年经验 这种高级的 这种会员年薪 实在肯定在15万以上 那么有20年经验的 这些人的年薪 可能在50万美元以上 而且如果你有15年以上经验 或者在公司当高管 或者CFO这样的 它有10%的人 年薪是在100万美元以上 你当然收入 根据年龄行业职位 不同有很大差别 那么在精算行当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需要考证 其实你这个证只要考到了 在很多情况下 都是工作来找你的 不用你去到处投钱 去找工作 因为能考下这些证的人不多 所以他对这种 你的学业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要讲到 什么样的孩子 适合来读这个精算 那么这个精算的 它本科阶段 其实对数学要求 不是太高 但是你要想在毕业之后 你要想考精算师 或者比如你以后 想当总精算师 那就要有很高的 这种数学的要求了 所以读精算的学生 他应该是理科生 比如说像在港大 那么精算属于叫理学士 他归理学院 那么精算 他从业的是经济领域 那么你一定还要有一定的 这种经济 人文方面的这种素质 对吧 再有就是说 精算它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 它也需要一定的这样的耐力 因为你成天 你还是要控制风险 你要给公司控制风险 所以这里边 你要有一定的这种心理的素质 好的 今天我的视频就讲到这 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对你有所帮助 其实以前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试学精算 然后后来经过长期努力 是最后得到成功的 非常好 那么如果你在美国 升学 转学 选校 专业 辅导 就业 需要有任何的问题 任何帮助 或者你是比如开出劝退 有疑难杂症 都可以私信我 那么我和我的团队 一定会尽量为你来解答 这是我们的主页 最后做一个小广告 欢迎大家来报名 本周周日上午10点的 最新的OPT的政策 和应对的措施 这个对现在的美本美言的学生 那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最后感谢你 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点赞和转发